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著名足球明星C罗之前也感染了 不过大部分的富豪名流中中招之后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 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 C罗目前已经返回了球场 而且状态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马斯克感染之后也说自己只是有感冒症状 问题并不大 不过不是每一个富豪都能如此的好运气 有的人其实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情况依然不乐观 比如说前段时间感染的香港女富婆谢灵力 谢灵力是香港知名的名媛 十几天之前谢灵力自己承认已经感染新冠 而且已经住院治疗了 谢灵力是因为自己的跳舞群组有人感染了 于是她自己就主动到医院检测 发现了结果自己也感染了 于是谢灵力马上就住院治疗了 本来说谢灵力积极治疗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当时谢灵力也说了入院的时候自己并没有症状 她还在网上跟网友说自己没有问题 不过如今13天过去了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谢灵力不仅仅没有顺利出院 而且病情已经恶化了 目前已经病危了 有记者联系到了谢灵力 她坦诚回应 目前正在积极配合治疗 新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同 之前的很多临床显示 很多人的病情都是突然恶化的 清晨患者的治愈率非常高 如果翻展到了重症之后 逆转的概率就非常小了 希望谢灵力可以尽快战胜病魔 谢灵力的人生可以说是十分标好 她八岁就拿到了台湾金马奖 后来她嫁给了香港富豪林建月 成为了超级富婆 谢灵力也成为了香港的顶级名人 结婚之后谢灵力退出了娱乐圈 并且为林建月生了五个孩子 谢灵力39岁的那一年 她却选择跟林建月离婚了 这一次离婚让许多人想不到 当时林建月跟王祖贤发生了婚外情 林建月的母亲于宝珠十分霸气 她对媒体说 就当儿子花了几千万叫了一次机 余宝珠是林百姓的二太太 不过她却是林百姓事业最重要的贤内助 林百姓的生意有一半是余宝珠帮忙撑起来的 林百姓去世之后 余宝珠赌办了林百姓 全部600亿家产 余宝珠十分喜欢谢灵力 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林建月跟王祖贤的事情发生之后 余宝珠出面 林建月很快就跟王祖贤端绝了关系 按道理来说 谢灵力应该会稀释宁人 香港很多妇婆都是如此 别说丈夫已经放弃了 就是丈夫真的有 他们也是忍气吞声 毕竟当豪门大太太这一点气量是必须有的 不过谢灵力却最终选择了离婚 这一点谢灵力还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 离婚之后 谢灵力依然跟余宝珠关系非常好 她也没有改嫁其他人 谢灵力一方面负责照顾五个子女 另外一方面开始追寻自己的人生 谢灵力开始学习绘画 健身 跳舞 游泳 赛马 滑雪 而且很多项目都如今都有非常专业的水平 谢灵力不愿意当一个豪门花瓶 如果没有爱情 她不愿意留在豪门 如今她真的活出了自我 谢灵力虽然60岁了 但是依然保持的非常好 跟少女没有两样 谢灵力跟女儿灵天儿站在一起 跟姐妹没什么区别 西梦阳说自己不是嫁给豪门 而是嫁给爱情 其实谢灵力才是真正嫁爱情 不是嫁给豪门 林建月放弃了跟谢灵力的爱情之后 谢灵力不愿意为了财产而委屈求全 谢灵力1956年9月20日出生在台湾 本名谢正璐 1964年终影公开征选 即将拍摄的穷瑶作品 婉军表妹里的童星主角 谢灵力的亲戚帮她报名 宁仅8岁的她 在一千多位珍视者中脱颖而出 这部戏让她夺得了 第四届金马奖最佳童星奖 隔年的我女若兰 又拿下了第五届金马奖 和第十三届亚洲影展的最佳童星奖 被誉为天才童星 童星出身的台湾女星谢灵力 风头曾直逼林青霞林凤娇 但她很快就放弃演艺事业 嫁给了百亿阔少林建月 谢灵力一共和林建月生了五个孩子 长子林孝贤 次女林田儿 三女林爱儿 最小的林心儿和林孝呢 则是一对龙凤胎 留会后 谢灵力担起了教育五个子女的重任 前段时间 她就在接受节目采访时 谈起了自己当年的虎妈事迹 谢灵力说自己很要强 所以她希望子女达到什么目标 就会不停逼他们 而且因为林家重男轻女 所以谢灵力更加重视 对三个女儿的教育 她告诉女儿 身为女性跟男性 一样是平等的 最重要的是 要有独立生存的本能 一定要学习一技之长 谢灵力非常重视 对五个子女学业上的教育 她说孩子们小时候 从不缺少补习老师 甚至除了英文 还请法文和拉丁文的老师 她的女儿从小就要学 芭蕾舞和钢琴 儿子择学小提琴和打拳 到了暑假 她也一定会 送他们参加夏令营 或者夏季课程 她还透露 自己对孩子真的很严厉 当他们练习钢琴时 她就会拿着藤条 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想想都觉得 太有画面感了 除了督促他们用功学习 培养兴趣 谢灵力也很注重 子女的三观培养 她提到 最小的儿子小时候 有一次对人不礼貌 为了让他学会尊重人 也让他明白 好生活来之不易 谢灵力直接将孩子 送到司机家 住了一段时间 为的就是让她 多接触外界的环境 在谢灵力的威严教育下 她的五个子女 长大之后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长子林孝贤 和二女儿林田 二是硕士毕业 三女儿更是博士 最小的一对龙凤胎 也是名校毕业 而台湾的梁吕珠 曾以主持电视节目 为人熟知 之后又嫁给了富商 过上贵妇生活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 使她将一对子女 交进了名校 女儿还创造了历史 梁吕珠的女儿 名叫高于群 曾因被七所名校录取 而名震全台湾 学霸已经不足以形容 高于群 她惊人的创造了 所在中学 七点贯的历史 应被哈佛 耶鲁 哥伦比亚 普林斯顿 斯坦福 麻省理工 和宾州大学 七所名校同时录取 一度成为台湾的风云人物 梁吕珠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也引起大家的好奇 不过梁吕珠表示 自己只是非典型的虎妈 她说在女儿才六七个月时 就开始锻炼她的自理能力 等到孩子上学 就开始陪她抠细节 不管是功课 还是考试 母女俩会一起研究进步的方法 梁吕珠还专门出了一本书 讲自己对女儿的教育方法 郭晶晶教育起儿子 连公公的面子都不给 谢灵力一人培养出 五个名校毕业的子女 梁吕珠的女儿更堪称徐神 豪门媳妇果然不易做 当豪门虎妈 更想付出太多心绪 最后希望谢灵力 这个坚强的女人 可以战胜新冠 重新获得健康 我 好